其实在采访浙江大学的张子晨之前老爹是非常不愿意的 因为他确实不只是靠颜值在 CUBA的迷妹总统山里的存在张子晨来自山东星岛 现在是浙江大学的球员 出生于1996年身高190厘米 体重只有78千克 很明显的体型偏瘦 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赛场上一次次的整个人杀近人 队里打篮球的原因很简单 张子晨从小不喜欢吃饭 因此爸爸就逼他去打球运动 爸爸教他变相 胯下 左手上篮 这也让他从小就没有了弱策手11岁 他被送去青岛篮鞋的训练营 周一到周五晚上都训练初中 他则去了体肖炼 一周六次当时他就是打球 觉得自己普普通通直到他参加青岛初中生联赛 他发现只要自己一拿球对方就会一窝蜂的来包夹 自己尽管如此 全队伍10分 他一人能得40多张紫晨 特别喜欢蹦带172厘米的时候 可以磨筐15岁那年 他两个月长了14厘米 从170厘米 一下子长到了180厘米 这里大家也别问怎么长高了他自己也一脸猛逼不知道原因说 当时膝盖疼道都去检查了 后来张紫晨作为青岛第一初中生 被保送篮球强校劳山一中他一进球队 教练就对离校的队员说 我们队里来了一个传奇师兄们 特地回校见到了这个传奇 就是一小兽猴 训练特别拼别人练完之后 他还去跑田径场场地很差 打跑丛生 他就在里跑拉跑 他一冲起来就是不会减速上场前 带着护膝打完一波进攻 就掉到脚踝变护怀了 不过老田认为 这是他没有带准者护膝的缘故高中的比赛 也是大包大揽 每场40分起底高音性练赛 他又胳膊撑地手肘拳断 7个月开好他就练左手 和下真力量 他的进攻方式非常具有侵略性 这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他十分享受一次 过掉好几个人的感觉 张紫辰场 只能摔至少十次吧 但他说 比赛必须要对抗自己 不会想着后果和伤病去年大运会上 球队领先两分 他防守起跳重重地摔在地上 现在回想起这一幕 他说 哈哈哈哈 我被单架抬走的时候 就听见赢了 他把自己当作球队的棉合技不主控 但常常送出漂亮的助攻 他和人明白了团队与沟通 这是篮球队他最大的影响 对他而言 球队的整体最重要 我问过他 对于别人说你是这大笑草这件事你怎么看 他很简单的回答我 他们眼睛不好 曾经有球迷把礼物只写了他的名字电话号码 也没写 直接就寄到了这大这大有七个校 去啊 这也拦不住礼物顺利送到他手里 他有很多球迷 但是一踏上赛场 他绝对all in 进入比赛状态 只想着赢球篮球对张子晨来说 意味着一种态度 从小他身边打球的队友 从40多人高中50多个人 现在还在坚持篮球的 只有4人了大家毕业工作 考验留学而张子晨对于篮球